大家好 你們有那個陸文級的文章 看281年 我先介紹我自己 我是那個 那個做西音 從我畢業到現在是 做40年 那因為就是說 在當畢業的時候 跟那個 學校的學習 都是用那個西音的方式 就是說開一些藥 拿一些針這樣子 然後我們慢慢的 就是說進入差不多10多年 進入那個自然療法 就是說本來是 要醫我自己 因為我自己是一個過敏的人 就是說吃東西 過敏的還有到環境 不對的地方也過敏 所以我就接住那個 去參加那個人量醫學 這樣子 那我大部分就是 比較是那個 就是practice 就是說實際派的 就是說病人來 我就是盡量 他的比較 就是說外面 大一面 沒辦法可以的 我就把他接下來 因為我就是 就是有一個機會就是 那個有廠商介紹 我們現在最近的病人 這個病人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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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那個 年紀差不多30歲的小姐 她就是 感覺下肢無力 上樓梯也很困難 然後自己 要穿坐鞋也不容易 然後嘛就是 她到那個 大醫院檢查 然後大醫院是把他診斷是那個 那個 那個中文 是硬碟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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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來看一下 這個 然後說一個 就是說年輕女性 然後她工廠上班 生活症 30歲左右 常常覺得下肢無力 到34歲的時候 她右手也開始 感覺很困難 她不能夾筷子 但可以刷牙跟行動 所以她到農總去檢查 然後她做一個那個 持症照理的寫檢查 然後她把他診斷是 多化性陰化症 及那個 急性弥脈性 然後脊髓 然後脊髓 然後就是說 因為她在大醫院 她說她沒辦法 就是說她診斷是診斷 她說目前她沒辦法 所以剛好是我們 那個救病的朋友 她就把她介紹過來這邊 這張圖是 本來是不能 不能自己走 還有那個腳沒有力量 我現在立刻 現在先脫後面 就是說她能夠 動住行期自己怎麼動 然後她這個年輕的 這個女性 她是 她們家裡是做那個印刷的 然後還有就是說 因為她家裡是只有她 所以男子 他們是有三個男生 然後兩個女生 所以家裡聽從她 所以她常常就出國 出國去那個 外 就是出國去玩就對了 然後她特別就喜歡吃 海鮮類的東西 就台灣也是喔 任何地方的海鮮 她都去吃 還要吃不是煮熟的 她喜歡吃生的生魚片這樣子 還有也是在一個電子工廠工作 還有也是在一個電子工廠工作 然後那個電子工廠就是 好像就有輔到那個影機攻擊 她那個就是說到日本 所以她覺得說 欸 慢慢的好像覺得好像那個 把她剛開始疊一點 腳不定 可是慢慢的覺得 欸 越來越嚴重 過來就 然後整個都看在床上 然後就到大醫院檢查 然後在院檢查說 OK 她就整個都看在床上 就是那個 就聽從身心裡 是在那裡的 然後她沒有什麼方法 所以 就 她的朋友就介紹 過來這個電子工廠 所以我就用那個 那個德國的那個機器 因為那個機器 可以檢測 可以自然 所以我就把它檢測 然後又懷疑到 你中間 OK 這樣可以看到嗎 聽不到 可以 這神域很大 很長 外面很長 外面很長 後面可以靜一下嗎 可以靜一下 可以 這樣 換字 不要緊 換個 換個 然後再 這樣聽到嗎 可以 然後她再融走 我們就檢查 就是 實證盛 就剛 然後就在檢查 檢查的時候就是 因為 只有那個 她檢查全身 就是肝功能 還有些虛异的檢查 只是說有檢查到 那個甲狀腺 有一點 像 減退 還有那個 軟巢 然後 紙通有一點 纖維 纖維 性狼腫 然後再來就是 然後大腸鏡方面 是滿OK的 那最後就是說 後來醫院就說 奇怪 檢查一些東西好像 沒有什麼結果 所以就是 拿出那個 磁鎮設施 就是發覺那個 大腦裡面有那個白子 我說 那大腦白子 在這邊 大腦裡面 檢查 這個腦部 只有這個大腦 這個地方 也有一場 然後就是 然後就是 那個 就是他們的那個 家屬的朋友 就介紹過 然後我就用那個 木耳檢測的時候 有發覺 他有那個 重金屬 還有一些 緩金屬素 就是一些 獎機工 還有一些 就是 目前的 可能有一些 農藥 又農藥 還有一些 那個 化學 化學藥品 那最主要 我檢查到 有寄生酸 然後我就說 欸 那這個 因為那個 生魚片裡面 有檢測電視說 那個 生魚片是 亂次 有寄生酸 有寄生酸 大腦白子 所以我跟他測 也是有寄生酸 還有一些 那個 就是 獎金 就重金屬 還有就是說 他以前小時候 打過預防針 還有就是說 還有說 出國 出國的時候 就是 那個 火飛機上 就比較乾淨 還怎樣 就是有一些 那個 立刻吃那個 還有一些 病毒 我就剛開始 對這個 就放了 來 他有做一個 十分 所以我就用這個 摸 他這個機器 就檢測以後 他有一組 專門他的分數 所以就慢慢排 然後排的時候 就是慢慢的 本來是 腳 上這邊 腳都沒有力量 就都躺著 然後過來 我們這邊就是 就是他哥哥說 忙擔進來 然後我就說 天天 就說 我叫他說連續衣 效果比較好 到本來的人 所以漸漸的 他還能夠 說不然你那個 自我拿起來 就中午的時候 在我們那邊吃飯 我就說 你不然拿一下碗 本來是不能拿 然後後來就是那個碗 你可以拖住 然後就自己吃 然後我說 那也可以起來自己吃 那我再來就是 還有 那個 他們龍種 這個醫院說 那個打的話 因為他那個神經方面 所以要打 那個大量的 命運 還有洗 這樣子 另外還有我朋友 還有一套 就是說 不只用這個 用木蘭 醫治他把它排除了 我還有一組那個 就是用寶石治療 我就用寶石幫他照 那寶石裡面 它有一個頻率 頻率裡面 我就用比較高度的 就是像寄生蟲的 它有什麼 就是寄生蟲的 還有一些就是 比如說 有奧頭 就是 浮素的 還有重金層 我就把它照 這樣子 它用那個 裡面有一個就是 九棟寶石 然後把它照 然後在這裡 所以他 在我們那邊就是 本來是不能動 所以現在 總總叫他抬腳 他手 他能動 他是攀 然後現在 他能動 就會被動 這樣固定 所以現在就是說 雖然是 那個 董總叫做 他現在也沒辦法 好在這個 這個 小女孩就是說 他都沒有拍到 董總沒拍到 給他吃 他就用我這種 就是用 莫拉的 方法 幫他排骨 然後治療 然後我說 你自己 要在家裡 要固定 他本來這兩隻腳 沒有一樣大的 他現在那後腿 右腳也被舉起來 所以 現在的討論就是說 現在我們 現在裡面 就是說 電視是說 有一些什麼 油啊 不能吃啊 還有飲料啊 還有一些就是 生魚片 現在電視有天都在講這些 所以就是說 真的是環境主述 會引起我們 現在有些免疫系統的問題 那現在我們 那現在我們 這是一個Case 那現在就是說 我們那個 診所裡面 差不多都進入 那個自然療餅 不只 可是也不能說 純粹都用這種自然療餅 也是 缺維他命啊 或是 排子裝飾 也是需要用西醫的東西 也是要一起配合這樣子 所以我 我現在就是說 在醫這個Case 還有其他就是 免疫系統 像紅斑 紅斑 紅斑信狼床 現在是很難醫的 大醫院也是 只是用那個 內部組 在吃 那我 我現在就 紅斑的病人 大部分都沒有再用 什麼洗藥來吃 就是 利用這一組 那個 MOL這台機器 在這個保持的 照射這樣子 所以現在就是說 還有那個 癌症的病人 也是一樣 就是說 癌症雖然化療 也是要去化療 我們也是需要用一些 就是說 要找出他 為什麼有癌症的原因 因為癌症原因 也是 大部分都是毒素 也是一些毒素引起的 還有最近 最近有一個小孩子 叫做老化症的癌症 有個老化症的癌症 那個癌症 就是說他從出生 他就是現在的 現在就是說 每個時段都要打一癌症 那那個小孩子 他說 他是 他媽說他總共從 一出生 一直看到他 剛好13年 從小來 就是baby 就是嬰兒 變成老的 那我是跟他說 欸這個 這個病他有照相給我 可是 我實在覺得說 應該是癌症打太多了 那個癌症的毒素 會躺在我們 引起很多的病院 這個是現在目前的 一個問題 也是環境毒素 因為現在就是 沒有打 衛生局也是 我真的是 叫一些小姐去家裡吹 這疫苗也是一個問題 也會引起那個癌症的毒素 所以目前好像那個 有些西醫 目前有些 就是說有些 比较屬粘性的不病 他們好像沒有什麼方法 所以我說 剛好就是有這一組的東西 他們買這一組的儀器 然後就可以把它檢測出來說 它是為什麼引起這個粘性的不病 然後馬上就可以檢測出來 它是有什麼儀素引起屬粘性的病 不然以前我在醫的時候 以前就是還沒有進入這個自然療緩 大部分都是開藥 然後開藥的時候 醫病人有下入 就是超過一個五六十噸 然後現在進入這個自然療緩 好像達到超過八九十噸 那最近如果說有一些感冒的病人 我也是利用他的那個 就是用一種自然療緩 就是因為那個儀器可以用 就是說你如果咳嗽可不可以好 然後你就鼓勵給他的控水 然後就從他的控水把它換出來 然後弄灌那個 像那個水 然後能量水 就用藥可以用得很少 幾乎可以 現在我在看病人 藥幾乎用得很少 很少再用 盡量是用比較自然的方法 然後我們現在說不只自然療緩裡面 不只說用在那個運動 也是一個治療的方式 像說做一點 像說你心情不大好的話 你也可以做一些運動 或者是跳跳舞 聽聽音樂 我是覺得應該是要一起配合 然後也不是說全部都用這個 就是說有時候需要 像我們癌症的病人 要化療的 或是要開刀 或是說希望他也是要去做正常的醫療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 我們用自然療緩幫他維修 才不會再惡化這樣子 所以是一種 我現在進入就是一種整合醫療 像說病人來 就是說你檢測一下 看他要用什麼病 他有什麼毛病 然後你把它找出來以後 就是用那個自然療緩方法 然後西醫需要用的也要用 就是讓他們去大力量檢查 這樣子 然後我們也是有時候就是說 他的那個像剛才那個 這個系統那個整齊的那個 最近病人也很多這樣做 我叫他歪歪歪歪 然後馬那個西醫要抓去開刀 我就說後難要去整齊 然後生理就四次要弄對 然後弄好以後 你要做一些運動 恢復 所以剛才那個教授講的是為什麼 因為最近的病人也是 那個肩膀 膝蓋 長短腳的很多 那實際上是我們 我是建議你們去買鞋子的時候 一定要去量這個鞋的 有的買來那個鞋子 本來就長懂了 可能差個0.2 0.3 然後你穿上去的時候 走路就一直歪 歪久了越來越早 所以也是要注意你們的鞋子 買鞋子要小心 那盡量鞋子多 這個已經歪掉了 那就要丟了 不要說那雙鞋子 永遠都在穿 都沒有 就是永遠穿那雙鞋子 像我 我差不多今年暑假 兩雙鞋子穿 明年我就丟掉 我再買鞋子 因為我們今天走路 有時候 不可能說天天都走路 這樣子震的 都會歪一下歪一下 所以就是說 也不要省那個錢 那個鞋子 如果說你們這個腳 這邊已經有歪的話 那就要換鞋子 還有一個就是說 你們要直到這個肩膀 正不正 不正的時候 一直歪一直歪 鞋子這邊又低 所以就躲著走這樣子 你們還有什麼問題嗎 對 對 OK 我講到這裡 OK 我們掌聲謝謝賴醫師 我講這是 一整合醫學很重要的一部分 那賴醫師難得在這裡 我們開放現場問個問題好不好 有沒有要問的 這是屬於整合醫學的部分 現在英國埃爾診所最夯的 這樣的一個醫療的行為 那 不曉得在座有沒有要問的 那如果沒有 會後或者在現場 賴醫師難得在這裡 我們在這裡就是一個交流 分享的很難 這是非常難得的好不好 那我們再掌聲謝謝賴醫師 謝謝 賴醫師我有一個分享 我有分享 那在文獻的茶葉中 在那個EMPS 它有一個Mark 叫做BetaEmerol BetaEmerol 我們在最近 在去年年底 我們是跟著台灣的 潘田中教授 在用一個實眠的方法 就是通過自然的方法 把實眠重生 我們一部分的這樣排出來之後 我們在小片裡面 找到一個叫BetaEmerol 順便 因為的可能是 幹氣發的啟動 把它推出來 那通過了這個機器 它有沒有 一些BowMark 像BetaEmerol 這些的指標 可以看到呢 所以這一點 你知道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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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要打那個 打這個環境裡面 你給它打那個 打那個 可能不知道 你有沒有什麼樣子 喔 OK 好 因為它太多 只是 就你剛剛就分享 因為這個比較好 可能是因為你 那是你剛剛講到MS 我還說 不好意思啊 我也不肯定 MS跟BetaEmerol 有沒有關係 但是我剛才查到 有關係 所以我們就這樣去 去請教一下 問問 謝謝 好 接著來我們 介紹下一位的主角